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蜻蜓 因为蜻蜓花期比较晚,而且长势比较慢 之前我为了等它满开,我都是最后一个发蜻蜓 今年想着给大家看一下蜻蜓初开始的样子 虽然现在大部分花苞可能还没有开始显色 蜻蜓这个品种也是我一直说的品种 自从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个品种的存在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它 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从几年之前就不养七花品种了 因为我觉得切花品种整体,比如说猪型啊什么的,感觉会有些僵硬 但我还是把蜻蜓给留下了,蜻蜓是个切花品种,大家知道吧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它是金井青家的切花 之后虽然也作为园艺品种推出了,但是出荷量比较少和美效一样 而且切花出身嘛,归根结底要比园艺品种稍微难养一些的 我喜欢蜻蜓有五个方面的原因吧 一是它虽然作为切花,但是完全没有僵硬的感觉 二是它这个颜色,非常自然的柔和的蓝紫色系 三是它的花形,这个波浪边,非常明显的波浪边 它就是波浪边品种的代表 四就是它的香味,香味真的非常浓郁,而且很好闻 一个切花品种,在保证花期的前提下还能有这么浓郁的香味真的很难得 五就是它花量非常大 除了它的主花包之外,现在就是只打开了主花包的状态 它周围的每一个小花包都能够完美的开放 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其实这一点也挺不容易的 很多品种它的主花包开了之后,周围的小花包它就看不好了 何况蜻蜓它还是一个蓝紫色系的品种 大家也知道很多蓝紫色系的月季品种 连主花包都没有办法完美的展开 而蜻蜓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所以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蜻蜓还是蓝紫色系里我最喜欢的品种 唯一就是连接花包部分的花梗稍微有一点细软,花开大了之后会稍微有一点垂 蜻蜓和带丝不一样,蜻蜓这种花形还是稍微挺立一点会更好看 蜻蜓也是很火的品种了,大家应该都有在养蜻蜓吧 大家的蜻蜓今年看的怎么样呢?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观看,拜拜!